怎么了你 你怎么不说话呀大大老师 等一下我看一下她资料 稍等 Kelley余文文 是我认识的余文文吗 还是一个就是 我等一下 我看一下资料 您是 您是 余文文本人吗 我不是啊 余文文是谁啊 她是余文文本人吗 不是啊 那您是 你说的人谁啊 再唱两句 您能再唱两句吗 我听听看是不是本人可以吗 唉 真麻烦 我是怎样爱过你 就怎样放过你 我是怎样等过你 就怎样错过你 你听说点什么吗 我的耳朵不好 我能打开摄像头看看您吗 打开摄像头啊 摄像头怎么打 天师傅怎么玩这个怎么打 我来帮您打开啊 您只要接收就可以了 我看是真是假 来来来来来来来 本人吗 像我像你认识那个人吗 我我最近还看了余文啊 我特别像 我特别像 就是本人啊 老人说我长得特别像 老人说我长得像 但我觉得还就那样 像吗 我最近还看他电影 《前人寺》 是不是你们开了那个什么 AI换脸 是不是 你肯定开了什么AI换脸 那你不是余文 那你是哪位啊 我就是一个 说长得挺像他 不过我身边还有 那个长得挺像他的 长得挺像别的明星的朋友 谁呢 你要见见吗 可以一起拉上来吗 我欢迎我欢迎 欢迎更多的模仿者 可以 怎么来换一个别人的模仿者 他叫 他好像叫整开 他叫整开 然后他老喜欢模仿一个 模仿一个 咱能复装了吗 这位应该是正开本人吧 装的好辛苦 您应该是正开本人吧 长大的 咱们不是认什么 是本人吧 那你把摄像头打开吧 好不好 怎么开啊 接受 前任剧组 是不是都是那个 属于不上网的那种 接受一下 大家全民底的关注 把小王灯牌点亮一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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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开 看你们那个电影前任四 英年早 看了吗 看了看了看了 请 所有人都去看了 好 有谁看的 跟我团队的小伙伴一起看的 是的 OK 好 哇塞 这两位 这么无许 哈哈哈 这两位真的不是模仿 我们晒票根 我们倒是晒票根 在包场支持一下好不好 在包场支持一下 所以今天 谢谢 今天既然 连上了文文和我们的郑凯老师 那我们是不是要 让他帮我们的网友解决一些情感问题 对不对 两位在这个电影当中 这几个系列当中 帮助自己在这个剧中 找到了很多的人生感悟和情感问题 是不是应该帮我们的直播间粉丝来解决一下好不好 你们还有其他帮手吗 因为我怕你们面对我们直播间网友的精神状态会招架不住 精神状态 有吧 我们可以 有有有 那我们再找几个帮手吧 在这儿了 在这两人 他们需要帮手 不然我怕他们架不住 嗨 粉色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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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好 好喜欢我 大道老师 哎呀 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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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开一个那个摄像头你能接吧 我不会呀 怎么接呀 哈哈 你我我我点了接受您接受一下 好然后我把孟雪的也打开啊 大家都都接受一下 好谁拒绝了我好刘亚瑟拒绝我好的 哦 哎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好亚瑟开了 孟雪 来我们先开孟雪的哦 孟雪你接受一下这个摄像头 孟雪 我接受了 好 开了开了开了 好的 现在我们有一位两位三位 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 我们五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直播间网友随机连麦连上来 向你们进行犀利尖锐的提问 好不好 我们从凯歌开始然后闻闻 好不好 来 看都出来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郑凯 前十四正在电影院上映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去支持 然后我在里边演的还是于飞 如果你看过前十三的话 你会知道于飞 YYDS 接下来是文文 欢迎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文文 非常欢迎大家来电影院 看我们的前任寺一年早婚 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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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文文 接下来是我们的亚瑟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亚瑟 我在前任寺里面饰演柳柳 好美啊 好美啊 来我们接下来是孟雪 好 随机连麦打开了 好吧 我们还有两个位置都是 不可以拒绝吗 不可以拒绝坎哥 你必须在总大位 来 给大家时间 全屏点关注 把灯牌点亮 点三点水 把直播间分享出去 然后不停的点赞 因为点赞越多 权重越高 好 下一个连麦成功的人一定就是 你 犀利感情提问都可以 最近那个叮当比较火了 叮当这两天挺火 大大老师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 你好 我姓李 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能帮帮我吗 是这样 因为我也很多朋友今天来了 你也可以向他们提问 先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我们来听听看 好好好 就是 我真的不太好意思说 就是 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发现他 同时跟三个女生搞暧昧 就是我是看 发现了聊天记录的 然后他们就会 就说一些非常低俗的玩笑 然后非常不堪的话 真的我现在想想 我都觉得恶心那种 然后我发现了之后 我就去找他对质嘛 然后他又跟我说 就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 都是妹妹 然后一直都是这样开玩笑的 还说什么 啊我要是对他们有意思的话 我们早在一起了 还有你什么事嘛 然后还跟我说什么 说我们是要结婚的 我说我一点信任都不愿意给他 如果这点小事就跟他计较 他就对我很失望 但是现在我们分手了嘛 然后但是我又开始 我觉得我有点使不得他 我就想知道这种情况 真的是我想太多了嘛 哎我我我我 我都喘不上来气 就是我不知道我 为什么我放不下他 是不是真的我有问题啊老师 好您的问题我们说到 是现在已经跟他们分手了是吗 对就是那天我找他对峙完了 你能跟他分手对不对 那天他找我 我就是我跟他对峙完了之后 他就跟我分手了 所以你想问问看 怎么走出来这段感情是吗 是的 好我们先问问凯哥 然后再问问问 然后再问亚瑟 然后我们再接龙好不好 凯哥 首先我觉得你一定很优秀 你不要责怪自己不是你的错 然后一定要勇敢的面对自己的生活 你们现在已经分手了 所以一定要勇敢的向前看 好吧 前面会有更好的生活等着你 也会有更适合你的人在等你 OK 加油 谢谢老师 没关系啊土豆 我们调整一下心情 我们听听看今天就是闲人剧组的这些 我们算是磕磕姐姐可能 然后给你一些经验分享 看看有没有对你有帮助的 我们也稍微平复一下情绪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请问问 我觉得呢 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讨论他是谁的对 谁的错 因为本身感情他就没有对错 不用去纠结到底是你的错呢 还是他的错 因为他有他的角度 你有你的角度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那今天是你来了我们直播间 那明天要是他来直播间 他一定有他那边的说辞 所以我们永远不去评价谁对谁错 这件事情 但是我有一点比较 就我个人觉得你们两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因为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呢 或者他的三观跟你的三观不合 所以呢 也许结婚这件事情不适合你们两个之间来做 所以就是你应该去找一个跟你三观一样的 或者说跟你聊得来 跟你能未来走到一起的人 去好好生活 所以去找那个你喜欢也喜欢你的人 嗯 那适合的人在一起会更好 合适的人 找那个合适的人 对不对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已经在一起都三四年了 就是觉得很舍不得这段感情 正常三四年才发现这个鞋合不合脚 也挺痛苦 有的人七八年十几年才发现这个人不合适 对不对 所以多长时间都挺正常的 这就是人生啊 人生就是这样 我都说是挺异的 所以你怎么办 你怎么 不能去 散火 不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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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刚刚凯哥和文文都跟你分享了自己 对于你这段感情的一个 嗯 一个感受我觉得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你可以遇到 让你开心的人 远离任何让你觉得很快乐的人 然后 祝你早日找到合适的人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够送你 我我们送你电影上 带你的朋友们去看好不好 然后也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 调整好情绪 找一个能够让你一直笑颜以对生活的人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平复下情绪 我们下次再联哦 土豆 拜拜 拜拜 幸福之水一直在下面刷屏 你说他有事情要跟大家讲 西雍之水你好 西雍之水你好 你好 好多人哦 听得到吗 好多人哦 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大老师我重生了 我重生 我重生 我重生了 我是1992年 朱德雍先生的朋友 我有三个姐妹 万人迷 男人婆婆和哈妹 我是结婚狂啊 我是结婚狂啊 说实话 我不是觉得男人重要 我只是自己很想 就是去穿那个婚纱去结婚 不管她是谁 只要那个新娘是我 我就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新娘是谁都可以 我就是想穿婚纱当新娘 你觉得可以吗 大老师 各位老师可以吗 结婚狂 所以你是结婚狂吗 yes 我爱穿婚纱 我想结婚 你看郑凯 就是结了婚 有幸福的家庭 你很棒啊 余文文 既然没有结婚 但很多人喜欢她 也是独立 女性的代表嘛 而我 我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我想我会 我想 我所有人跟我一起唱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天空越未来 别怕太痛 别动啊 我没有发疯 我实在是当大老师 你还妈 你再碰我 老婆你真喝多了 天夜越远了 老婆你真喝多了 我会一直孤单 大老师我会 我会一直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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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所以是结了婚了对不对 我会一直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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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喝多了老婆 好 没关系 开心开心 我结婚 我要穿婚纱 我要穿婚纱 好好 好 宝贝宝贝 我要穿婚纱 HAPPY BIRTHDAY MAR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大家都快乐 好 宋米跟你老公 四张电影票 带朋友们去看 好不好 好 拜拜 好 拜拜 几个菜啊 就喝这么多 来 欢迎直播间 23万人 欢迎大家 来 大家全屏点个关注 把小朋友跟牌点亮一下 然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前任寺 因为前任寺呢叫英年早婚 里面有一个很多人在讨论的话题 就是人为什么要结婚 这个话题很出现 我想问一下各位主持人 每个人讲一讲 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好不好 先从 亚瑟开始吧 我跟大家想的是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 人为什么要结婚 我觉得 结婚其实 婚姻是跟爱情 没有关系的两个事情 爱情是爱情 婚姻是婚姻 但是就像电影里面说的 其实我觉得孟姻说的对 我觉得婚姻是保护不了爱情的 但是 就是婚姻又是在短暂的 就是这个行为 是能让彼此感受到被 被对方想要去干友也好 或者是想要去对他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 整个结婚或者是不结婚 就 可以简单一点嘛 因为 也可以 一个人也可以很好 然后结婚两个人在一起也可以很好 就是自己选择对不对 对 孟雪 你们两位呢 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 其实我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结婚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过一句话 就是说爱情的核心是自己 所以 我觉得结婚不能是因为 到年纪来适合 或者是应该结婚了 才选择结婚 结婚一定是 你真的很爱的人 遇到了想结婚的那个人 而且你也很爱跟那个人在一起的自己 所以 就是遇到那样的人 才选择结婚的 我觉得是 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努力的活着 所以我觉得 那么努力的活着 就是因为想要得到更多的快乐 和幸福 你选择结婚的那个人 一定是 能把你变成更好的那个人 我觉得这个是结婚的意思吧 老人在一起要大于二的话 这份幸福感会很稳固的去守护你本来对 爱情想象的美好 可以保护好你的对爱情的感受 对吧 凯哥呢 是这样 其实在《前日四》里面 导演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资格 来告诉大家 人为人要结婚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 可能再过10年 或者再过20年 我有这个能力 或者有这个资格 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 结婚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新的打开方式 然后 生活 人生 重要的是去体验 然后电影也给告诉大家 重要的是要跳出自己 最重要的可能不是那个答案 是到底要结婚还是要结婚 而是一定要勇敢的打开自己 勇敢的去爱 勇敢的废爱 这是凯哥最重要的 这是凯哥的分享论位 电影里面其实都流流都已经说了 为什么要结婚啊 那不就是有一个保护吗 它其实就跟你公司 你做生意 为什么要签合约一样 契约精神嘛 我跟你张大大借钱 你给我打一个欠条 和没打欠条 它不就是 还是有着本质区别吗 那我如果足够信任你 或者你足够信任我 咱们俩这些借完钱不打欠条 那不也一样能把这个钱借了还了 对吗 那结婚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在一块他不需要一张纸 去去保护自己 有的人就说我愿意给你这安全帆 我愿意给你打个欠条 就是他又欠了你多少钱 然后呢又见有还 那你也相信这个钱我能还 那不就是 有的人愿意去领这张纸 有人不愿意领这张纸 这是一个开卷问题像凯哥讲的 但是如果我们直播间有同样在考虑 结婚或者不结婚 单身或者正在恋爱中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看我们成人寺 英年早婚一堂爱情的必修课 然后呢我也会代表我们直播间和我个人 然后包场 请我们的朋友们去到电影院里 好好感受一下我们主创们 和导演编剧们的用心 希望这个系列能够一直陪伴我们的青春 因为很多人青春里面都有主创 你们带给我们爱情的故事 和对于我们对于不仅是爱情 还有人生的一些感受感悟 代表所有直播间喜欢你们的朋友 谢谢你们继续勇敢的创作吧 加油 谢谢 谢谢 拜拜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拜拜 你们先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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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挂 我们要复还一下最后那位粉丝上的时候 各位的表情 因为刘亚瑟是吃西瓜草莓 就是来抵御那股笑流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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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